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先开始讲起 郭榮鏗之前我还记得他说他就要去美国 跟政界人士说一定要保持住香港的独立关税区地位 否则香港的经济就会懸崖下跌 当然他没有想到的一件事就是坊间有很多人就骂他 喂 现在我们香港一国两制很好吗 喂 现在我们香港政治很好吗 即是很尴尬 你过去唱好唱衰 但是好像很像我记得 我不太肯定 至少是民主派的泛民之外 有人说原来是下跌的 是没有什么大影响的 我想这个就不是他们主流的说法 总之是他 我有印象呢 有些都是朋友来的 是 读隐声过去 周浩鼎好像也有过去 周浩鼎的说法就是说没事 人家都没有玩 不是这件事 不是 重点是什么呢 重点是两样东西 第一 他说因为香港的独立关税区的地位取消 经济就会沿下跌 所以我们有理无理也要保住这件事先 就算我们香港的政治民主出现了什么问题 我们都不能够令到这一件事是保不住的 于是就有些人骂他 喂 大佬 现在香港什么时势 你还帮那些极权政府去唱好香港 你是不是傻了 所以做一个尴尬呢 开头时他就说 即是说跟林郑谈谈谈 又说是否代表林郑 代表政府不认 但是接着说究竟想是 所以去到他就转了台 他首先第一次转台是什么呢 所以我就很讨厌 等一下都可以说 为何我讨厌香港政客 首先他转了台 就说不是的 如果23条是会立法的话 我就会反对香港关系法继续实施 第一样就转了 其实很多那些黄丝就周围说 你看其实郭元空转了 他不是说要保住香港的独立关系 其实我上次也有说过 即是何时到你去订阅条件 别人会不会听你说又订阅那件事 第二轮呢 就是他提出了 我见过那些人之后 根据我的观察 就有五样东西 如果我们香港实行不了的话 就会取消 这个我就觉得很值得说 那一种东西是什么呢 我读一读给大家听 第一个就是说 再有市民被剥夺参选权和当选者被递夺移植 就是DQ 就是不可以再有DQ 第二点 再有外国记者被逐离香港 就是第二点 就是回应之前马海思思的 第三点 再有民主派提出 再向对民主派的人提出政治检控 第四点 就是说 提倡这个定立23条 最下一点 拖延落实真普选 我看完这个之后 就是他说到这个是 重要的地方就是 这个是 根据他和当地美国的一些议员 商界讨论过之后 他说这些是他们的共识 我在美国住了十几年 从来没听过有一件事叫政界共识 从来没听过政界共识 不但 政界共识是什么 就是两院多数少数党的人 都同意这叫共识 大部份 还是你见过那几个人 为了哄你 或者你自己说英文差听错 接着就以为是共识 就是这些共识 生日 愿望的共识是世界和平 我也不反对 但是是会做些什么去令到世界和平 我看见这一个五大条件 我第一件事 就是想起 网上常常有点面 就是曾倩子那张照片 把你自己看得那么高 喂 美国佬要有这五样东西才去决定 香港的政策计不继续实施 你是不是傻了 又是决定民主派 是由你的荣幸观察到出来 你是不是真的傻了 但是他讲到很大的 我估计 我其实跟他没有过节 我觉得 我觉得 我身为 他说的挺好笑的 他说的挺好笑的 但是他再有一句话 这些东西我估计 他在短期内将会 美国政界就会公布 不是我追出来的 他们应该会这样公布的 但是我觉得 因为我写的东西 专来说的东西 都跟他 不只是他 是跟我的舆论 都是不一致的 舆论经常说 是担心香港那个 关税区 是的 我们政府再乱来 是的 报告从来都说 于是有个委员会 就是中美安全的委员会 有个报告经常说 会再重新审视 香港的立关税区 从来都没有说 我看很多次报告 报告就是白字黑字 从来都不是香港的 都不是说独立关税区 都不是 最重要的不是独立关税区 主要从来就是说那些技术 军民两用的科技 会不会是转口到另外一些 不可以去的地方 从来都不是说的 你说什么独立关税区 别人都没有说这件事情 他有好提到独立关税区 就是说独立关税区 就给了香港这个地位 和内地区隔了 就可以香港可以入口 这些军民两用的东西 因为这件事情 是澳门都不行的 澳门都不行的 所以香港是特别的 因为澳门是澳门关系法 其实我们要什么passport 什么东西都不行的 是的 但来下去就是说那些技术 可不可以转移到另外一处 或者他们是否监察得好 是否确定他不会卖 比如说 伊朗华为那件事就是说 香港公司转买了一些技术 其实从来 我理解从来这些东西 从来关注的就是技术转移 不是关税问题 整个报告里面是很长的 我再说一次 是有提过这些DQ 民主这些东西 但是有提过 但是说到入育的时候 主要的结论 key findings 都不是说这些 仍然是那句话 因为其实这些东西 全部澳门都有做的 现在澳门来香港 澳门关系法也都有的 所以如果香港没有了 香港唯一和澳门最大分别就是这些东西 所以如果你做了这些东西 他就是澳门平等 但是你如果最坏的时候 就和澳门一样 是的 但从来 报告里面 讲的两三样东西 我讲了两样东西 我再讲一次 我写完又写 但好像舆论都还未知道 第一样东西 他不喜欢是什么呢 他不喜欢 其中一样不喜欢 就是说 为什么过去那几年 有几架航母船 战艦来香港的时候 香港不让他们来 为什么听北京说不给他们 这是第一样东西 是关于外交的东西 不是说香港有没有民主 我们都想要民主 大家都想要民主 但是美国不是泰国戒意 实际上的行动 这件事 香港可不可以来 第二样东西 就是说 去年有个反 来香港 美国政府就要香港 引渡他回到美国 香港政府又是听北京的意见 于是便拿他去北京 我这样讲 你讲外交犯材是对的 因为其实他们觉得 香港有没有民主 他固然很关心 国民都说这件事 他在美国是关心的 不过他知道这件事 其实是中国内政 他如果说是不适合 不恰当的 在外交上来说不恰当 那件事 在外交层次来说 你是不是恰当 即使你再拘捕自己人 你都很难 你最多是说两句 你很难说 但现在不让我的人进来 你运一些科技出去 那这个 或者我那个人 你不让我的通缩法 你不移交 这个就是外交层次的问题 他实际就是关心这些东西 所以其实都不是说 香港的人开过游水 什么 可以很有用 这个牵涉了几件事 第一件事 就是 那些立法会员 就是 那些文件都没看清楚 就摸出去 这个也是牵涉第二个问题 就是 他经常很厉害 以为自己在代表香港的民意 去说一些东西 但他所谓代表香港的民意 只是他心目中的民意 就是说 我们就是要保住 他的角度很简单 公民党就是中产 中产 当然觉得现在香港 价格最好 你不要搞我其他东西 但是法民 第一步战输了 那你是不是代表香港的民意 这个是一个问题 但是问题就是 你去到美国的时候 你说我们要保持香港的 Status Code 那你和你民主派的身份 就冲突了 因为民主派就觉得 现在香港的民主真的有问题 我们希望外国政府 去监察一件事 他自己第一件事 文件又没看 立场又没搞清楚 那你摸出去就觉得很威 这个就牵涉第三个问题 就是他们常常觉得 等一下你都可以讲众志 虽然你可能会觉得众志 但是我觉得这些人都是 他常常觉得自己去外国 去外国见公官 去拿一些外国的奖项 或者给一些外国的媒体去访问 是很厉害的 当然很厉害的 这件事呢 在一九七几年的时候 我看许范文那里 就是那里 现在翻做 我和郭梁虹拍了照 是的 然后现在可以回大陆做生意 和胡锦涛一起拍照 餐厅食肆也很流行的 全部拍得上去 和建策有什么分别 我们所关心的 你拿到什么成果 不是和哪些人拍照 拿什么奖 如果你觉得和拜登拍照 是很威的 如果你觉得 Economist 请了罗冠聪 去座谈会发言 是很威的 你和那些人说 我回大陆和习近平 和哪个省的省长 和哪个政协 和哪个政治局常委拍照 有什么分别 所以整天小龙基因 去到最后 原来 你们和那些人是一样的 分别 他们不是觉得 我和正义的人 正义的人 正义的人 你和不正义的人 但你们的结论 都是一样 我和正义的人拍照很威 他们和邪恶的人拍照很威 但重点从来都是很威 而不是你去完 找了他们之后 你拿了什么效果 我想回应一下你 刚才你说 他没有看过报告 我不敢说 有两个可能 有一个假设 这个是没有看报告 看报纸说 报纸大部分都是这么说 另外一个可能 他是一个诗 我都觉得他没有理由 有这么多助理 没有理由没看过 那真的不奇怪 可能他有看过 可能他有看过 有两个人给大家看 有没有可能 我问一下 有没有可能看了 但不是啊 我看了那又怎样 我过去这样 然后 他看了觉得太技术 简化他 不是 我都是看了 无论如何 总之我过去都要做些事情 要和人拍照 又说是说些事情 这五点 香港人都是呆的 都是觉得我做到事情 那做了事情的问题 我觉得 有几件事情要说的 就是 他们好像 就是 不是说做不做 不是说做了事情 而是 人家怎么看你 现在我和你一样 人家当你是什么 人家当你是什么 明白吗 你和那个人一起拍了一张照 人家的心目中 是没有地位的 你走出来 明白吗 你觉得和拜登拍照很威 人家 这个是什么 就等于黄加玛 你来了香港踢球 然后你圆祥就和人家交换球衫 我和朗娜到交换球衫 人家的手就丢了你 没错 在他们心目中 很明显的心目中 是没有地位的 正如 我突然有些人 在习近平和他 其实在他心目中 是没有地位的 你走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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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很丢架 就是因为你这样去做 你那种不就是像柴仔 我和哪个董事拍了照 很威 今时今日是资讯时代 不是七、八十年代 我在《Times》 或者《New York Times》 看到你的样子是很厉害 现在随便上网 都找到很多奥巴姆的人 和一般市民拍照 吃热狗 又够同一个人拍照 难道那些人觉得 我会影响到世界吗 一模一样 为什么我们现在的泛民主派 无论是年轻 还是上年纪 都还是停留在 几十年前的角度 就觉得和谁一起拍照 就代表改变了世界 但我有事事 事后又踢回自己 觉得这件事 都不是完全没用的 因为上个星期 但是我做了隔壁台 有一个节目的时候 主持就提醒我 他说 你看明报有篇文章 很值得留意的 就是有一个叫做盧文端 你有听过吗 盧文端有寫人 是的 他寫一篇文章 中心买了那个 他就说 福建 他就提到 他鼓励泛民的议员 去美国游说他们 只要有两个条件 你去游说人家的时候 一个就是捍卫一国两制 一个就是香港稳定泛民 那些东西 他没有提到其他 香港人一般觉得很容易的东西 就说中央是认同泛民 是要过去游说 说我们香港其实是很好的 是的 所以这件事 就要成功争取 就不是跟美国争取 是跟阿爺 阿爺争取 是帮阿爺做事 帮阿爺做事 原来 这个是 很多人的说法 叫做 泛民都是建制的一部分 我这么说 现在我看到一些 我看到一些 靠近北京人士 他们都觉得 因为泛民现在受人太差了 他们都要保住泛民 如果不是泛民 如果不是泛民 大佬被打了 都被打散了 很热血了 一国两制走出来 很热血 当年我讲一个故事 一个历史故事 就是当年1949年 中国立国 中共立国 立国了之后 就把全部的反对派都被剿灭了 跟着苏联打电话过来 跟他们说 不要这样 很不民主 出席人说是民主 你要有些反对派 现在不是八大党派 其实八大党派 是因为打到很多党派 是打到一个会员都没有 这算是在海外 高身拿你 高身口怒 拿你回来 给什么位置 给什么工资 是求那些人回来 上次 在1949年 所以他们已经获得了一个经验 一定要留下一些 现在不然会很容易 真的求别人回来 因为高身口 你猜不到大陆 至宫党 国民党 民主党 八大党派 很多以前 他们还在世袭 就潜接了 八大党派是很正的 八大党派 人数少 没有共产党多 而且还可以世袭 你做八大党派 你的子女 你成绩政协的机会 你是比共产党多大 很多的 不过上不到最高层 最后再说一说 其实我都觉得 现在的泛民有一个 访美的潮流 访欧美的潮流 他都面对一个很大的困局 就是 我是美国人 你想我怎么帮你 我不完全否认他们的作用 正如之前所说 美国有很多牌可以打 如果你搞到香港 打的顺序比较前些 他就先打了香港这张牌 问题就是 我是美国人 我是美国的政界共识 你说你现在香港很好 香港很好 我不用帮你 你不需要来 我一向不会打算搞你的 你说不是的 你想我搞 是不是要搞坏香港 原来你又不减令到香港坏 因为如果这样就真的是焦土 现在焦土就是泛民的禁忌 那你想怎样 你去那里 帮忙唱好 就是跟建制派做的 有没有分别 那就给建制派做 唱衰香港 你又怕美国没有了这个 结果有 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 就是你这个有乳病 有一个矛盾 就是他们 首先建制派是两个障碍 随便去到美国 所以唱好香港 只是民主派权 不是 周浩定都去到 周浩定少点少点 周浩定少点 有报告有写的 有说他们倾向建一些亲民主派 是的 所以民主派有 那问题是你去到你帮政府说话 你帮建制说话 那你不要叫自己做民主派 喂 他现在不是叫非建制 而是民主派 民主派不是代表不帮建制说话 我下次为什么要投给你 如果我是泰民支持者 那如果反过去 你帮泰民说话 那你真是招套派 喂 现在的问题就是 你站在哪一边 都不是香港的人会喜欢的 第二 第二就是回去 那个目的就是拍照 是的 这个就是重点 这个就是重点 好 下次再讲其他话题